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105回 柳鸣孔孔此刻微微一缩,毫不犹豫地大喝一声 一根手指冲虚空一点,青色的圆月发出了一声长鸣一落而下 同时呢,立志手则猛人一拍身前巨大的冰锥 当即寒光一闪,足有杖许长的冰锥就化为了一道模糊的蓝光击射而出 与此同时啊,原本趴在地上的白骨蝎也忽然之间蝎尾狠狠一击地面 再次的化为一道虚影扑向了半交怪物 半交怪物目睹此景却脸上胸光一现 一声立笑出口,满头赤发,倒数而起 一个赤红色巨大的胶手在其背后一闪浮现而出了 巨大的胶手猛然大口一张 就冲扑过来的白骨蝎先攀出利谷,无形音波过去 白骨蝎一接触之下身躯顿时,在空中微微一宁 接着就被巨力狠狠一击一般倒飞了出去 而怪物身上飞舞的银色长链子骤然一个模糊 就在恋影纵横交错之下,化为了一张巨大的银网 往青色圆月,一迎而去 青色的圆月气势汹汹地没入到巨网中后 当即在疯狂的转动当中,发出了金属摩擦的难听的声音 而就在这个时候,远处蓝光一闪,巨大的冰锥也怪物一般地到了线前处了 巨大胶手一声低吼,又从口中喷出了一道赤红色的滚滚的火柱 正好撞上了巨型冰锥 赤红火柱和冰锥一撞到一起,当即发出了呲啦呲啦的煎鸣之声 蓝光赤焰滚滚交织一宁过后 当即一道白茫茫的飓风冲天而起 并同时由冷热两种不同的气息交错狂举而开 这个时候,空中的银网在青色圆月,疯狂地转动当中 却开始呈现出了不知的迹象了 之间,无数航光闪动当中 银子的巨网开始剧烈地颤抖不已 有些地方的,甚至飞快的光芒暗淡了下来了 半焦怪物见此呀,瞳孔微微一缩 而背后焦手却忽然一声长笑 身躯一个模糊过后 经化为了十几张巨大的庞然大物 再骤人一张大嘴 一口就把青月银网全都吞进了肚中 柳明一见此景此来吓了一跳啊 他马上反应过来 单手一掐绝口吐一个豹字轰的一声 青色圆月骤人之间在焦手口中时暴力而开 自量寒光一闪之下 上百道青萌萌剑气是狂卷而出 银色巨网和巨大焦手当即狂闪不定起来 片刻的功夫就一声闷响被这些剑气洞穿了千疮百孔 当即一部分剑气航光一闪直奔下方半焦怪物斩去 就在这个时候下方怪物中 绿色一线 忽然两条手臂一个模糊竟然化为了无数招影冲漫天飞舞而去 他竟然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 一阵连绵的轰响过后 大部分的剑气被赤红的着影一抓而灭 就算说有几条一闪落在了半焦怪物身上 也被他若无其事的承受了下来 柳明见此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半焦怪物这才回头冲柳明一声灵笑 双足一动似乎想走过来 但是大大出乎别人的预料的事情出现了 半焦怪物才刚迈出一步 忽然双腿一软一个亮腔 要不止他眼睛手快 用一条手臂瞬间撑住了地面 恐怕真的就直接摔倒在地上了 但脸上赫然之间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黑色 此怪物大腿上 那十几个原本纤细异常的小孔 此刻全都变成了紫黑之色了 白骨蝎的围钩奇毒终于发作起来 这还使他半焦肢体对毒性抗性极高 否则的话 换了其他人中了此毒 早就开始发作了 柳明目睹此景自然大喜 二话不说 一手冲前方虚空一点 再单手一掐绝 砰的一声 那道白茫茫的冷热飓风中 还残余半截的巨大的冰锥 竟然一下子暴力而开 寒气周然一声 中间在狼光一闪竟然又一根半尺长的小型的冰锥 从中闪电一般的击尸而出 一闪即逝 就到了半焦怪物近前 此攻击 显然说是 大大出乎了此怪物预料之外 但是 他一声低吼 剩余的一条手臂 只不过是一个模糊 就一把 抓住了近在咫尺处的冰锥 五指一用力 就要将冰锥捏爆了 可就在那个时候 冰锥前端嗖的一声 绿芒 从中击尸而出 一闪即逝之下 就从怪物眉宇中心处 洞窗而过 然后 再一个盘旋 又闪电般的 从一只耳中没入 并从另一只耳中 再次击尸而出了 半焦怪物 一声惨叫过后 脸上的 猙獰的表情 就瞬间凝固了 接着扑通一声 身躯就此软绵绵的倒在了地上了 从其眉宇和两耳中流出了咕咕咚咕咚的黑血出来 高空中 一声嗡鸣啊 化为了点点 红光溃散 而那口亲子的短见呢 却在远处 柳明飞快一催之下 顿时滴溜溜一转 再次 就化为了清月 一闸而下 寒光一闪 地上的半焦怪物 就被那森染的寒光 一披两瓣 看来 这次是真死的 不能再死了呀 柳明长吐一口气 单手冲远处一招 青色圆月 重新化为了一口短见 击射而回 而另一边 虚空处 碧芒一闪 一口碧绿细针 也同样的 以射而回 正是那口碧影针 原来先前的斗法中 柳明施展的冰锥术 不但是极少有人见到的子母冰锥 那看似随手一拍巨型冰锥 激发的举动 更是将碧影针 直接无声的就拍住 就到了子锥中了 他这才呢 抓住时机 环环相扣一举用紫针 冻穿了半焦怪物的要害处啊 否则的话 碧影针纵然厉害 但若是攻击其他覆盖鳞片的地方 恐怕也顶多只能轻创此怪物 而没有办法直接击杀 柳明现在眼见此怪物真的就此毕命了 自然也真的放松了下来 将两件灵器呢 同时收起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飞快的取出了一颗丹药吞下 然后在盘膝坐好 打坐调膝 这一场激烈的章斗啊 不但让他底牌进出 更让其一身的法力消耗了十之八九了 这还使他修为提升到 临徒大圆满之后的结果 若是换了此前早些时候 遇到这半焦怪物的话 恐怕说这场争斗 只进行到一半 他的法力消耗干净 就只能束手待毙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柳明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就不再耽误了 将法爵一散 站起身来 向那头半焦尸体走了过去 此地毕竟不是九流之地 万一要有其他人过来 看到这头半焦尸体 多半的又会惹出乱子 而以他现在虚弱的情形 可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支撑一场高难度的争斗了 咕咕两声 从一侧泥土中传来 却使白骨蝎 有气无力地趴在地面上 浑身是遍体鳞伤 双目绿烟暗淡 似乎连自行走过来的力气 也没有了 柳明苦笑了一声 单手一拍腰间的皮带 当即一股黑霞一卷而出 将白骨蝎缩小 收进了袋中了 白骨蝎身为鬼物 为时一般丹药 是丝毫效果没有的 好在养魂带中有大量的阴气 他只要说 在养魂带中慢慢地被阴气滋养 就能够慢慢恢复痊愈的 然后他又几步走到了半胶尸体旁 先将那根静静地躺在一旁的浮摸链 捡了起来 并放在眼前呢 仔细地打亮了一番 只见此灵气虽然说先前呢 被其用轻跃剑全力地狂斩了一番 但是仍然表面荧光蒙蒙 光滑晶莹 丝毫见痕的都没有留下来 柳明心中一喜 当即将此物也收了起来 这间灵气啊 是归如全 亲手赐给石川的 虽然出去后多半还要上交 但肯定的也会有其他赏赐的 随后柳明目光一闪 就落到了半胶看似空空如也的尸体上 眉头微微一皱 此怪物一身衣衫早就被烧了个金光 就算有须弥怕等东西多半的 也在那三颗吃眼珠微能之下 全都化为了灰烬了 但他重塑身躯的时候 他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柳明心念一转之下 忽然俯身下来一只手一动 就抓住了怪物的一条手臂 并从上往下的飞快的抚摸了起来 当其手指忽然摸到一个 有些凸起的鼓鼓的东西之后 他当即脸上一起袖子一抖 当即青色短剑一闪而现 并从那凸起的部位一闪而去 扑的一声黑色血液击射而出 柳明呢将怪物一条手臂一切而开 并且在飞快的又切割了几剑过后 采用剑尖从中轻轻的挑出了一个黄豆大小的金银的田螺 并散发着淡淡乳白色的光芒 正是那海族一宝须弥罗 此物是天生的空间之物 那头赤胶击杀了蓝屎兄妹之后 自然不会放过直接拿走 平常情形下 此物有鳞片和衣服 自然不可能被谁发现 但偏偏先前一站 这怪物衣衫和鳞片都化为了灰烬了 而在重塑肉身的时候 却被柳明眼尖的一眼瞅到了手臂上的这点微微凸起的异常 现在被他用短剑一切而开 果然就发现了这枚须弥罗了 柳明虽然说 并不知道手中的田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既然这头赤胶这般谨慎的将其收起 价值自然绝对不会低到哪去 他翻来覆去的 在手中查看了树边 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之处 再轻轻地晃了一晃 也是轻飘飘的 没有丝毫的重量 双目不禁微微一腻 柳明在想了一想过后 忽然将田螺往耳边一放 结果脸上立刻泛起了一丝惊讶 他竟然瞬间从田螺中听到了 清晰异常的海浪的声音 并且一声比一声大 一声比一声急促 仿佛让其正身处 惊涛骇浪之中 片刻过后 他将田螺拿开 再把玩了两下过后 终于略以调动体内的法力 往田螺中一点一点的注入 不大的一会儿功夫啊 这枚田螺当即开始狂闪 开始拒长而起 同时表面开始浮现出了密密麻麻的银色的符纹出来 柳明见此情形 心中自然微微一惊 但是体内的法力却始终不断 并趁机用精神力往田螺中探去 结果他竟然在田螺入口内壁处 发现了一篇被人明印在上面的简单的口诀 柳明心中大感诧异 略犹豫过后 就莫用此法觉一摧 铺地针过后 一道白霞从田螺中一卷而出 一堆东西凭空在面前出现 那很是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盒子 三件器物以及一张 看起来不过数尺来长 但是却完整乌缺的赤红色的胶皮 柳明见此先师以待 随之大喜过望 他急忙又往田螺中注入法力 并将精神力一下子 锁定在地上的一件金银的短刃 当即田螺微微一唱过后 白光又是一闪 那金银的短刃就又凭空 不见了踪迹 果然是空间器物 没想到 这头赤胶身上 竟然还带着这种宝物 不愧为活了不知多少年的 化精器的妖兽啊 柳明自然不知道 这须弥罗呀 也是这头赤胶 从那一对海族兄妹身上 顺手牵羊拿过来的 没想到如今呢 就全便宜塌了呀 这个时候 他在默念口诀 用精神力 往须弥罗中一探而去 这才发现 里面有一个长高都不过丈许的空间 并不算太大 但即使如此 柳明已经很满意了 毕竟此物和须弥怕不同 装入里面的东西呢 可是丝毫分量没有 况且眼下这种情形 这须弥罗正好对他有大用处啊 柳明在尝试 将刚才收进去的金银的短刃 又一卷吐到了手中 用手指睿抚摸过后 这才发现 此人呢 是一口有六重进制的下品灵器 他目光一闪 往地上其他两件 就看了眼 将手中的金刃一收而起 单手虚空一招 就将它们都射到了手中 一口细长的血色的长刃 以及一面表面 铭印着精美花纹的 淡蓝色的令牌 这两样东西 全都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显然呢 也都是灵器级别的东西 不过 等他分别往这两样东西上 略一注入法力检查过后 却感到有些意外了起来 那口血色长刃 是只有一重进制的 最低等的下品灵器 而那枚令牌呢 却啵啵啵的一口气而浮现出了 十八重文啊 赫然是离上品灵器 也只差一点的顶阶当中的 中品灵器 柳明心中案子吃惊 但是任凭其往令牌中 狂摧法力 但是啊 除了让光芒 越发的耀眼之外 并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功能效果呀 看来 此灵器虽然说大为不凡吧 但是 想要催动他 多半还是需要某些特殊功法的 柳明心中大感疑惑 摇摇头 将这两件灵器 全部收进了须弥罗中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同类型的灵器 自然说 只要一件 就足够用的了 柳明又看了看 手中的须弥罗 在想了一想之后 又袖子一抖 将那根浮摩链 一拿而出 并一画 将其也收了进去 现在 有了可以藏物空间的器物的话 他自然就打消了 将其交出去的打算了 毕竟这伏摩链和其他那些 刀剑类的灵器不同 对其还是大有用途的 不光如此 他还转手将 须弥帕取了出来 将他放着 金金稀土的盒子取出 同样塞进了须弥罗中 至于其他东西呢 他倒是没有 再动的打算了 接下来的时间 柳明随手从地上 捡起一个浴盒 一打开 里面放着一株 寸许高的银子的小花 通体散发着精纯的灵气 六零一剑 大吃一惊 啊 这是 这是叶银草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106回